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然後我們再一次 這個禮拜再見面 剛才講到這個宴 宴席加南婚宴 因為我們都是 帶來紀錄的 我們非常知道 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也喜歡怎麼樣 我們也喜歡去參加婚宴 為什麼喜歡參加婚宴 因為在婚宴當中 我們會感受到 我們會感受到什麼 我們喝喜酒的快樂 東西好吃之外 想要跟朋友見面的那種 歡喜的感覺 那在這一個故事裡面 我們會看到 婚宴的酒用盡了 在季宰節他有提到說 酒用盡了 其實酒用盡了在婚宴當中 其實是一個很少性的事情 那我們講說 我基督徒我是不喝酒的 應該是你想想一個畫面 如果飲料沒有 那也是很少性的 特別在以色列當時候 他們的環境 婚宴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普遍的 等於是飲料好了 你要想說 他的生活用品 特別在婚宴當中沒有 其實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在這一個畫面當中 我們也有一個提醒 我們後面的那個同工棒 我們準備了 後來的 在這一個畫面當中 我們剛才就 藍章好 慧玲章好 她所那個 跟我們一起讀的這個畫面 我們去想像一個畫面 什麼酒用盡了 她在第三節酒用盡了 我們去想像一個畫面 什麼樣的畫面 其實我們在 今天我們事實上的喜樂是怎麼 都有很好的工程 明明就 然後呢 我為了我的工作 我為了什麼事情呢 我不斷的去努力 特別是 特別是 但是呢 可能一某地方 一某地方 一某項高空了 發展的話 一切有可能都是虛空的虛空 有可能都是沒有 那我們會想說 那這樣子 我不努力嗎 並不是喔 我們都是改革中的信徒 這樣我希望我們在 各式各樣 不論是在工作當中 在各式各樣的生活當中 我們的努力是來自於榮耀他 並不是來自於自己 這個是要做一點點的區分的 所以如果說這個沒有區分好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想像是什麼 我們會有一個想像的就是 如同是你的努力跟在主裡的 你的努力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我們自己的努力的話 我們會像耶穎米書十七章所講的 後來還沒有出來 我用念經句 念 我把那個經文念一點點 在主裡的努力跟自己的努力 是有點分別的 在自己的努力為什麼這樣子 會如同耶穎米書十七章的十三節講說 耶穎米以色列的盼望 凡離棄你的必至蒙羞 耶穎米說離開我的 他們的名字必寫在圖裡 因為他離棄我這個活水的存原 所以我不是說 哎呀反正到最後達到高峰之後呢 這一切都是虛空的 唉我就不能離了 不是 而是我們要跟主連結在主裡面的努力 當我們找到生命的全員的時候呢 不只是我們會看到 他的引導 他的保護在我的裡面之外 感謝主 就剛才好像是酒用盡的感覺 顯出主榮耀的練習 還沒開始 那繼續下面請幾張 沒錯 OK 好 酒用盡的 我們剛才講到說 他自己的努力跟在主裡的努力是不一樣的 你可能放到高峰雨 你會覺得是浩劫的 但是在主裡面一直連結的那個努力是不一樣的 你會找到 當你找到那個根源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人是引導我保護我的 是使我在各式各樣的勞苦當中 雖然環境是感覺是 會讓我肩頭上是有壓力的 但是他會像 我們今天讀的是約翰福音 《江南部念》 他會像 甚至在後面講的這樣子 要從這一個人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這樣子的努力這樣的勞苦 其實或者是說這樣子跟上面去接軌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是怎麼樣子 你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盡的 更何況今天我們讀了這個經劇 這一段故故事 耶穌還在裡面試下好久 感覺說這個婚宴酒用完了怎麼樣子 之後耶穌才能夠返回當時的局面 我們等一下想想 好像不就是我們人的什麼 人的盡頭就是上帝的起頭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依靠主才是我裡面 那個喜樂才是崩潰 才是文獻的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從這個經文裡面我們來看 最近我可能都非常熟悉了 結果後面寫說人都是擺上好久的 客人喝足了才擺上四等的 我們可以想像 好像是這樣子 那個宴禧或那個酒 或那個人的喜樂 不是從上帝來的喜樂 好像都是這樣子 剛開始是可以滿足我的 但是當你去親自去嘗到那個 與主相遇或與主連結的那種感受的話 是怎麼樣子 那個是一種什麼 一種重生的喜樂 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佳南觀念當中 你有一種是 屬天球是一種重生的喜樂 我們可能在我們的世上 我們追求的是一種屬世的喜樂 但是從上帝來的喜樂 就好像是賜酒跟好酒的分別一樣 我知道喜歡品酒的人 他們對於葡萄酒都有很多的學問 我我我的朋友他們有喜歡品酒的人 杯子高的腳杯跟寬的有什麼差別 甚至在喝酒的時候 在品酒的時候 必須要拿的是那個腳跟 不是拿腳杯 因為通常你拿那個 他的身體的時候 其實那個溫度會破壞酒的味道 那我們從剛才說這麼多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想到一件事情是什麼 其實我們的生命 有沒有 我們可以去想想 從佳南來後面 我們可以去想到說 我們的生命就好像是 一個宴席 有沒有 我們在人生可能對年輕人來 沒有 對正常的 對畫質質 對軟絞質 對我們 我們生命就像一個宴席一樣 你要端出什麼 讓人家去品嘗 你要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跟人家去聯繫 聯繫 特別是他在最後面講 就是顯出他的榮耀出來 我們剛才講喔 這對主日學的人 小朋友來講都非常熟悉 但對我們如果是剛性主的人 剛受請到這個是他耶穌 他顯出的第一個神蹟 在家裡的迦南 顯出他的榮耀 我們生命就像一場練習一樣 我們要怎麼樣顯出他的榮耀 在一般人 不要講一般人 就是在這個迦南婚宴的 我們聽到的解決的重點 就是常常分享什麼 分享耶穌跟他媽媽 瑪利亞之間的對話 然後瑪利亞非常沉著的 去面對一切的事情 或者是說 這個迦南婚宴 耶穌怎麼樣子行這個神蹟 但是我們今天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眼光來去切入這一段的故事 我們在看迦南婚宴的這一段故事之前 約翰福音那邊有提到一些門徒是嗎 那一些門徒是跟隨著他 而且是第一批的門徒跟隨著他 甚至是怎麼樣子 跟著他 而且聽從他的吩咐 那耶穌也在後面跟阿姨講 在你講 我說你們要看見比這個更大的事情 你們要看見比這個更大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講說 去復驗的目的是要見證婚姻啊 見證那個飲酒作樂的歡喜快樂嗎 有可能 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有 但是有另外一個 他是不是對門徒來講說 有什麼事要仔細觀察 去體驗藝術的行為 他的身為我嚴密 因為怎麼樣 我們從這個經文來講 我們知道玩練習的他怎麼樣子 他只知道後來的酒比之前的更好 但是他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那那個誰 那個仆人他知道那個變酒的經過 可是呢 他們只覺得好奇怪 但是沒有看出榮耀出來 就只有門徒單單 從二章十一節講說 這件事只有對門徒顯現出主的榮耀 所以我們這一群門徒 我們要怎麼樣子 從這個婚宴裡面 看看這一群人子做了什麼事情 讓主的榮耀顯現出來 我們來看什麼 看在第二章的五節章中 他的母親對那個庸人說什麼 他的母親對庸人說什麼 他母親對庸人說什麼 說他告訴你什麼 你們就做什麼 那耶穌對庸人說什麼 耶穌對庸人說 把缸倒滿水 那水就滿了 直到缸了 然後耶穌就跟他們講什麼 耶穌跟他們講的是什麼 講說你可以咬出來 現在可以咬出來了 然後送了廣宴起的人 就送過去了 我們從這幾個紅字我們來看 做 做它的原本的意 意義的意思 也是同樣都是做的意義的意思 那個道就是充滿了意義的意思 那這幾個 我們可以發現在原本的意義當中 原本的實性當中 其實我們中文它就只是這樣子 可是在原本的實性當中 它是已經過去 已經完成了 甚至是主動的意思 咬跟 比如說22章八節的咬跟送 這都是過去 在原本的意義 原本的意義 它是過去 然後是主動性的 其實這些詞性看起來都非常簡單 但是其實我們在想說 不就就是順服嗎 不就真的是順服嗎 用中文有時候就這樣子看過去 可是當你細細的去把它了解的時候 真的這幾個紅字就這麼巧 不就真的是順服 甚至是什麼 連2章11節 連2章的11節顯出它的榮耀來 它的門徒就信它了 連這個信也是剛才我們講的 同樣的慈性的意思 甚至是有一種 不只是相信它 交脫它 對它有信心 所以我們在說 顯出主的榮耀出來的時候 是讓我們這些門徒 我們不是只有受洗的基督徒 我們是門徒 讓我們這些門徒學習什麼 學習像那些仆人一樣 倒水的 倒水 搖水的搖搖水的 各自怎麼樣子 各自守住自己的本位 讓主得到最大的榮耀 我們可以說 他們從什麼 就像第一章一樣 第一章的 第一章的前面那邊講的 施洗約翰從那個光圈當中 慢慢的退下來 甚至是尊足為大 我們今天講 我們不講 我們對迦南後面這一段 鎖定的時候 不提到瑪利亞的事情 不提到神經的事情 我們擔當從門徒 顯出看出他的榮耀 就相信他 來去互相的學習 我們在第一章的時候 有看到什麼 看到的是 就是約翰他從那個 施洗約翰他從那個 那個 拜你來他一族的那個光圈 慢慢的退出來 尊足為大 所以門徒的施奉是怎麼樣子 門徒的施奉 不只是我們原本就知道的 陶族喜悅 是一個親沛順服 甚至就像我們剛才從二章五節 七節八節甚至十一節 然後講 是一種帶有主動性的方式 主動性的淘汰喜悅 我們可以想什麼 我們可以想到說 這個搖水的 倒水的 他們沒有 從頭到尾 他們都沒有做什麼 他們只有聽命行事 但是主的榮耀 就因為他們的聽命行事 去得到榮耀 你要想想 人家叫你倒水 叫你搖搖水 就是你每天 你婚宴 可能宴客只是去參加的 但是仆人跟晚宴行人 他們從頭到尾都了解 那整個婚宴的過程 搞不好都比你這個客人 耶穌還要了解 但是當人家這樣悟祂的時候 他們心中沒有怎麼樣 他們心中沒有低估 沒有碎碎念 沒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們參與在主的榮耀當中 有一詩人 魏斯悅 他有一首詩 他有一首詩很美 他的詩裡面有提到 有一隻鳥 他被狂風 看那個詩的大意思 就是說 有一隻鳥被狂風吹走了 那他想要飛飛飛 飛回挪威 但是怎麼樣 但是那個風太大了 以至於他差一點都被風 去撕裂了 可是這一隻 這個詩人常常說 這一隻鳥怎麼樣 這隻鳥後來他決定 他決定做什麼事 他決定 隨風被吹 結果反而更悠遊自在的 被帶到 溫暖的英國裡 溫暖的英國 甚至呢 那邊有廣大的樹林啊 很棒的草原 所以有時候 我們可能 你的環境 有可能是不如你意的時候 你會想要去怎麼樣 想要去反抗他 甚至我們也有可能要 遇到困難 或者是 不是我們所想要的方式 我們就抵擋他 但是去叫我們 得不著 你想那一些 晚夜行 那一些仆人 不比耶穌 不比馬利亞 更知道一切的事情 一切的流程嗎 但是 他們讓上帝的旨意 得著一切 就像我們一樣 有時候 你的生活不如意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想到了什麼 想到上帝正在 你的生命裡面 用什麼 上帝正在你的生命裡面 行做一個偉大的計畫 精彩的腳本 是關乎他的榮耀 但是我們不會去這樣想 我們只會看到我們 眼前的困難 眼前的這個石頭 好像大過於我 我自己 可是並不知道 上帝在你的生命當中 行做一個偉大的計畫 而且 是超乎你所想像的 我們自己不知道 沒有辦法 預測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詩人 他的 悟 他寫的這首詩一樣 這隻鳥 如果 跟著 按著自己的想法 順遭還清 他沒有辦法到達英國 去享受那個很好的 看到廣大的生命 跟那個草原 我們可以講到說 從這一些人當中 他們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看他原本的詞 詞性 就是講的簡單的 過去的 完成的 主動式的 他們就是這麼簡單的 把他們的困難去交給主的時候 然後奔赴 我們想說這個團隊沒有怎麼樣 這個團隊沒有慌慌張張的出現一些事情 你明明是怎麼準備的 互相抱怨 沒有 沒有互相抱怨 你怎麼準備的 你怎麼搞的 把事情搞砸了 怎麼人數沒有算好 或者是幸災樂禍 欸 那個仆人看著館宴 沒辦法 掌握的時候 幸災樂禍 沒有 甚至呢 怎麼樣 甚至叫他們倒水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敷衍了事喔 他們只是順著 他們只是聽清楚 我們這些門徒要學習的人 我們要彼此學習的 他們這一些人 這一些團體 這些團隊 他們只是怎麼樣 他們只是聽清楚 吩咐 然後順服著做 我們可以想一想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些人 如果像我們剛才講的 幸災樂禍樂禍 或者是 不 不聽他們 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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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看的 跟他們自己想的 是不一樣的 或者是 水有到 但是不把他倒滿 你會覺得說 欸 我們 可以 到現在 還聽到這樣的故事 這個 這個 佳南的溫樂 還可以成為 我們歷代的美談嗎 我們也可以講到說 水變成酒是什麼 水變成酒是什麼 是創造著 他的大門的彰顯 透過 念術基督來彰顯 有時候 剛才講的 我們很容易 為自己去籌算什麼 但是只有 上帝安排的腳本 是最好的 是可以讓我們 經歷 他的豐富 而且 經歷他 在你的難處當中 公益一切需要 而且 因為這樣的經歷 英雄可以看到說 美 上帝啊 你真是 奧密 真是美的上帝 上帝 我有耶和華指引人的腳步 我們在那個 C.S. Lewis裡面講到說 我們怎麼樣子 我們常常覺得 我們是 看到困難 看到自己的不足 但是 他這個話 對我們今天 我們都很有幫助的是什麼 他是一國所缺的 要透過他 讓我們成為一個 在他面前 是完全的人 不是在世上 我們是不斷的 這是一個進行式的學習 是一直到他面前 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他在約翰福音十五章第一節 提到說 我是葡萄樹 我父是栽培的人 我們剛才說到的是 水變成水 這個是上層的 是一個重生犧牲的喜樂 但是我們現在要講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門徒是一個不斷學習的生命 不斷學習的過程 不單只是受洗完後 他是一個學習 但是在一起 �經禮禱告 參加聚會 真的是跟我的同伴 有一起的成長 以後 我知道你們當中 有的人這樣 有去參加過 就有說 小葱湯 有人是這樣子的 不斷的互相 跟他的同伴是 互相的學習成長 一直以为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水变酒 酒我们还有差别的 你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 变成是一个好酒更好的酒 才不会失去当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受起来 当下我们是平安喜乐的 但是有可能后来的砸砸时 让我们那个酒 那个生命有可能是变变时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除了邀请上帝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 对我来说我的生命像宴席一样 我们讲到说门徒的生命 也要像酒一样是发酵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酿酒的过程 要不断的 我们暂时讲 我们暂时讲不断的 使我们生命不断的被神 不断的提升成为好酒 我们都知道好的葡萄酒好的酒 其实它发酵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怎么样子 而且特别是上好的葡萄酒 我听我的那个我去问他 去知道那个瓶酒的朋友 我去问他 他说其实他们从上好的葡萄酒 他们从栽种采收到入瓶 入那个瓶的时候 他们都要非常仔细的去照顾它 甚至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就要怎么样 就要看好 要除牙 要去 把那个葡萄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就要去除掉它 以至于它可以结出好的酒 好的生命来 刚好前几天有一个人跑来问我说 当在工作上面 他讲到不要说 在工作上面 特别他有 他对工作很认真 他认为他在工作上有事 应该是他遇到挫折 他觉得会不会 亚神 我跟他讲就人性的考量来讲 怎么不会呢 我们不要把自己体验了 我们多么刚刚强 对人性来讲怎么不会呢 但是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门体养成的过程 当我们不断的生命被体验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像好酒一样 像一个丰盛的宴席一样 这个是在 在诸古世纪的时候呢 那时候他们对 天使都有一个幻想 他们认为说 像是透过天使来保 保护他们 然后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版本 我帮他取量的 那同样的续述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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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保護我們 除非我們對祂 放起我們的生命 想要成為一個 普通的宴席一樣 我很喜歡的 一段經文的其中一個 當然有的 這對我來講也蠻有意義的 當時聯授護照的一個 希望有一個 當然要有更多的驗 我的個性是屬於要有很多的驗證 我才可以行使的 那不只是當傳到 還要進入那個意象裡面 我跟祖說 那個意象對我來講 不論不是剛傳到 而是那個意象對我來講 真是又大又難 那這上面有一段 其實還有那個下年的一段經文 就是祂要吩咐祂的實則 在你一切的路上保護你 使你的腳不至於碰到石頭 十二節是這樣子 那我把它舉經文 我們只要記得祂在 祂要吩咐祂的實則 在你的路上一切保護你 所以我們不要怕我們的神秘 遇到困難或受到失淚 就如果那個前幾天 那年輕人跑過來露營 你會不會覺得 露露是你露露會舉散 沒有 環境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要更高的眼光 更高的提升看見 照理透過各式各樣的實則 來保護你 使你的腳不至於碰到石頭 使那個祂在你生命當中 形作的一個計畫 偉大的形作一個計畫 精彩的腳本 是關於顯出祂自己榮耀 不是我們的榮耀 不是我們生命的榮耀 不如時是顯出自己的 顯出祂自己的榮耀來 我們要 我們受洗的基督徒 從水變酒之後 我們今天在從迦南觀念 看見這些蠻圖 是要不斷地說明生命 從酒當中 提升更高的方式 以致於顯出祂的榮耀出來 我們一起低頭來祷告 大夫我們向祢獻上感謝 主謝謝祢透過祢獨生愛子 不斷地引靈保護我們 主在這個新生命 在這個重生的喜樂 我們嘗過之後 主有時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在我們的工作當中 我們會因為環境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困難 與致於我們對祢 不再有盼望 不再有信息 但是主我們透過今天的家南的婚宴 這一些人 他們單單地就天從你們的吩咐 主動地討你的喜悅 謙卑的順服你 主就你幫助我們 在我們自己生活的每一天裡面 你自己來保護我們 就如同你在心上所應許的一樣 你必猜派你的使者保護我們 使我們的腳不至於碰到石頭 主謝謝祢 我們能向你說 在新年的開始 主我們要更多更多的認識祢 以致於讓我們的生命 不斷的被變化 不斷的被更新 不只是和祢的喜悅 也讓祢的榮耀顯現出來 我們這樣禱告 神父主耶穌聖母感恩 阿們 謝謝 我們用這一首詩的回應 我們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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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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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羡慕喝下你的美女 我欣赏肉体向你哭语 你带我进入地理同在 我们的主持停留现在 带我进入地理同在 我欣赏母的永恒的爱 我要从天降下 暖上每个爱不你的心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充满着地与我们相遇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暖上每个爱不你的心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充满着地与我们相遇 我们请一来回应说 我们是主的门徒 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 不只是随便才走的生命 我们渴望成为一个能够让人 让人邀请人来进入到我生命里面 品强上帝在我生命里面 做各式各样的美善 我要端居的美喊的练习 不只是随便很久的生命 我的生命还要成为 成为上帝的使者 保护别人的生命 带我进入地理通在 我无满足只停留现在 带我进入地理通在 我心恶无地永恒的爱 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担收每个爱不你的内心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 充满着地与我们相遇 我们再一次来 向父神说 主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使我们的生命 从水变成酒的生命 主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当中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可慕祢 主愿祢在我们每一天 向祢献上 我们心里是透过多景 祷告与人分享的时候 祢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 以至于让我们 在这一些的经历当中 让我们快跑跟随祢 来见证祢是荣耀的主 祢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一个伟大的计划 有一个精彩的脚本 要显出祢的荣耀 主谢谢祢 也帮助我们 这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一些人 他们只是简单单单的 主动的回应祢 主也带更多的让祢学习 我们是主动的逃祢喜悦 我们不为着什么 而是单单主动千悲的来顺祢 谢谢祢 谢谢祢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天的工作 每一天的保守 我们这样祷告的是 奉祖耶稣的圣灵感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